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順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 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時直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才能收到直播通知 今天我們不接電話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在YouTube和Facebook 第二節便會答問題 現在恆指方面 今天開始有 大家都看到一些報道 因為美國的制裁 有幾間恆指成份股公司 都是被制裁之列 美資公司不可以買 個別一些美資公司的卵證發行商 要暫停將一些卵證下架 不過這個暫時沒有影響大市 其實大市始終跟著外向好 外圍因為昨天 星期五美股全線都做好 港股現時都在升上做好 升近接近二百點 報二萬八千點的一個水平 今早看的股份 都可以更新一下 因為都再有一些變動 現在成交額榜上升得比較多的有 其實都有些個別受制裁的消息相關的影響 中移動上升8% 因為外資不買 還有資金買 其實中資資金也持續流入這些股份 另外騰訊 騰訊和阿里現在因為不在新制裁名單裏 所以他們沒事股價反彈 至於吉利轉了一跌 但跌幅不是太強勁 其他的股份 其實車股幾隻都做好了 有被制裁的反而反彈 中聯通升7% 長期都升5% 如果在榜上有隻比亞迪升8% 不如又看看車股 昨天星期五 美股那邊的車股 Tesla 衛留理想小鵬 大部份整體的電動車股都做好了 Tesla 上升8% 創造歷史新高 還有一個未來日 亦有重要的消息宣佈 例如 接下來推出首款電動房車 星期六宣佈 還有另一個品牌 會面向大眾市場汽車等等 各方面的利好 大家都會憧憬 今晚應該有不錯的表現 看看今晚的情況 其實港股這邊的車股 其實最有震撼性消息 近期應該是吉里 吉里上星期尾 一天升了兩成 傳出他跟百度 百度說要出智能電動車 傳出跟吉里合作 吉里今早就說 吉里上市吉里175 就出了通告 澄清 現在出來了 這個消息原來 不是跟上市吉里合作 是跟浙江吉里合作 即是上市吉里175的無公司 百度就正式宣佈了 成立生產智能電動車公司 跟吉里集團進行戰略合作 都是之前的傳聞 吉里就是負責設計和生產 百度會提供智能駕駛方案 吉里公佈了 武企、吉里控股和百度 合作生產智能電動車 而吉里175 就不是合作的電藥方 亦沒有就上述和武企合作 或者提供融資 但就不排除和百度尋求合作機會 上星期急升了兩成 今天澄清了自然 今早再衝高之後再回吐一點 其實如果你留意吉里 過往的一些 或者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這個情況 特別吉里 過往大家會在衝警 很多不同的衝警 譬如它很早之前 亦都已經收購了Volvo 但其實這些利好的收購或拼購 很多時候要留意 是否放在上市的吉里裏面 譬如Volvo 它亦都不是放在上市的吉里裏面 很多時候好東西 留給武企自己 這個就是小股東未必可以分享到 當然它吉里都說不排除 有尋求合作機會 這個真的有個可能性 將來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會用到上市吉里部分的生產線呢 始終它現在 叫做武公司和百度 開始有合作 將來有潛在的機會 所以你看到現在市場的回同壓力 沒有至於太大 如果你說吉里有貨的話 Colly說有貨怎麼看呢 28元 Janice說想入175元還是489元 175元 其實如果你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就… 如果你說短線 看要不要食糊 其實你可以開它那個… 因為它如果看日線圖 短線充得很厲害 很難找到一個指站位 其實就不會動住的 可以繼續守住的 那就可以拿著 但如果你說 本身就想著短線而已 又不是特別看好 升了那麼多 想看看何時吃糊 可以留意著 33個… 這裡其實就是看32.3元 可以看著這裡 小時圖 32.3元 這裡看到支持 用來做一個短線的指站位 只是短線而已 如果你不是真的要去 所以你說 現在想著想短線要不要食 都還可以繼續守住 但你說未買的話 始終上個街日 就有個這麼震撼的消息 一日升了兩成 而今天也都高開低酒 有一個回吐壓力 短期來說的話 未有貨就未必入住了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入 32.3元就只洩位 即是都… 前在虧損不多 即是很少 但是就比較容易會觸及到 這個支持位 所以就… 未算很大的直撥率 也都充滿了一些沽壓 其實就也都未必要 今天去入住的了 那就是這樣 其實呢 幾隻的主要車股 都是有消息的 吉利就澄清了 是浙江吉利 即是吉利175的母企 就不是175有份的 跟百度的合作 那就… 其他呢 其實真的幾隻都有 很多車企都有新消息 現在 集中說回 上市的主要 這幾隻主要 即港股的主要車股 其實呢 比亞迪都有消息 你看到今天都升了8% 一來就是星期五 就是美股那邊 連特斯拉和中概的電動車股 幾隻都全線做好 那 Cony說要不要走 是吧 就是大家看到 哇 讚啦讚啦 很開心 在想要不要走 那 比亞迪呢 現在的股空比率都高的 那也都是 其實很容易 多膽倉 就更加容易夾蛋 所以你見到 即是 即是幾隻的車股 即是你其實 即是你也會是 你上個星期 很多時升得這麼急呢 為什麼升得這麼急 除了很多人追貨呢 亦都是因為有多膽倉 多膽倉呢 其實就要去 很多時一升就觸發了需要補倉 那變成是一升就要追貨的了 那這樣就要追貨就很容易就越追越高了 那比亞迪呢 現在就升8% 260.6% 除了就是 即是全線整個電動車車市做好之外 那就是比亞迪都有消息 就是在哥倫比亞首都 波哥大的2020年度巴士項目招標 比亞迪就獲得1,002部純電動巴士訂單 海外地區至今來說 最大的純電動巴士訂單 比亞迪就說 三間全球戰略夥伴 就採用比亞迪的綜合解決方案投標 合計成功中標了1,002部純電動巴士 在車身那裡 就是分別和哥倫比亞本地巴士製造商 有兩間合作 預期受這批巴士在2021年至2022年度 上半年就會投放去波哥大五個地區的 34條公共路線的運營 這個電動巴士裏面都是比亞迪的 其中一個優勢 你看到 阿康尼說不斷爆上 其實就會拿著不走的了 你說短期是否會有機會調整呢 為什麼會有人沽空有人體探呢 其實短期有一個調整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變成我們現在都 預期之內 如果有一個小的調整 也可以繼續拿著 只不過就是沒有貨的 未必這個位置衝進去 其實就 比亞迪和長期都一樣 都是會持續看好 亦都之前有說過 是可以買了 那未必建議現在才進入的了 那 長期都是自己有好的消息的 那今早早其實都大約這樣看過 長期的好消息 那麼現在其實都是繼續創歷史新高的 那麼長期呢 其實近期是 無論在 銷量方面還是在 估價走勢呢 其實都是跑贏了 大部分車股了 不過布吉利呢 一天就追了兩星 這樣就追了上來 都是破了頂的了 那麼長期呢 有公佈12月那個銷量的 銷量有 15.01萬部 那麼同比是增加4成1的 那麼按連的增加這個是 那麼 那麼這個銷量上 其實也是最強的 那麼產量就是15.01萬部 同比增加23.2% 那麼現在呢 這個銷量是去了4年來的 最高的水平 也是勝預期 那麼其實就出了這個數據之後 大部分的大行 都是一度有調高的評級 因為接下來 其實長期 還要有一些全新的高度智能化的平台 檸檬、坦克等等 其實就會是 接下來還有一些 更加多汽車智能化的產品轉型 那都是 不斷就很多都 調高了一些評級 其實你不斷破頂 這個都是繼續駕上去的了 你變了說 想去 想去入呢 又是現在未必入住 就應該前幾天都已經是有提過可以再入了 所以現在就未必入了 那都是拿著它先 那現在呢 就本日市了 恒新指數中午收報28,122點 升244點的 其實大部分很多都做好了 榜上那些 那麼 就是 順宇啦 其實手機股都做好近期 順宇都升6%的 那我們就 開一開廣告 轉頭回來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Steven都一同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繼續可以 因為我們不聽電話了 大家可以留言Facebook和YouTube 今天是 今天而已 明天 之後可以繼續的 明天 之後可以繼續打來 見到問者368 Vicky 44元入的鹽要吃呢 這個問題呢 應該大家今天都幾多人關注 那些光復股是不是要吃呢 因為都應該是賺點 但是都兩年陰了 如果是以368來講呢 我會看10天線做指賺位 不如 就現在是在5.49元的 暫時可以繼續拿著它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 如果大約就說10天線會 大家會容易一些看 其實就這裡有個上升軌 都還是未穿上升軌 現時就繼續拿著它 只不過因為上個星期 就是一個美國民主黨的藍狼 搞到光復股爆發得厲害 有個正常一個短期回吐 但是都是未買就不買 但是可以拿著它先的 今天好幾隻呢 都有一些顯著的沽額在這裡 順便看賣了 968 順便宜光銀 WinWin都問了 是呀 是不是買回來 暫時跌了 百分之七 其實呢 不只是今天的跌幅 需要關注 而是上個交易日 其實就是大刀開之後 大陰燭 大陰燭其實都很呆眼的 因為你看過去半年 其實都不會有這樣的陰燭 那麼我以為它是不是 就是譬如真的開得高 所以要只是下來而已 都不是真的調整 因為那天其實還有進帳 但是如果今天再陰 都洗去了前一天 即是星期四的陽燭的時候 其實呢 我都會覺得有一點點色火 當然啦 就是說衝得不快而已 不是代表一定見頂的 因為年最基本的 很簡單 連十天線都未曾穿呢 我覺得呢 都還有一線生機 譬如最近都沒有跌穿十天線的話呢 我覺得 如果搜到十天線 當它未玩完 但是如果你說買的話呢 因為始終兩年陰 我想它呢 譬如最簡單 今天的開市位 清一支 叫今天的陰燭 22.2 站穩的話 可以再買入 如果要連十天線都穿了 那就要認真考慮 套利 或者高位追了的話呢 會不會跌了 穿了某些位置呢 要小心了 是啊 是啊 所以說 後買回來 因為我看到有些比較短線的 有出出入入 後買回來就先等下 其實現在 然後看看其他的股份 3989 Low 他就 38個月有貨的 要不要去止蝕這樣呢 看看今天的情況 現在呢 肯定在問3989 396 3898 398 398就是那些 似三十多元的東西 中測時代電器 他打錯了號碼 要不要止蝕又是這個呢 38個月有貨的 因為又是那個 晚日位不是那麼舒服的時候呢 如果現在就十天線就穿了 你看這裡 最近你看 所以情況不是那麼樂觀 不如你看這裡 這個裂口底 一個小小的支潮 33.3 如果之後都搜不到的 那麽 就不如走了它 因為這個比較 未必適宜去駕太久 其實它都波動的 是 然後Mimi 她就問又是那些98那些東西 9698 這個就是萬國數據 她說是否適宜衝進去 是 較早之前 上市以來的前頂就是99.3 今天就應該突破的 用99.3來做防守位 應該就沒有問題的 本身不適宜破頂 那些叫做少少科技概念的股份 今天都走勢很良好 是啊 所以我覺得只要設定好位 應該OK 它現在就其實是做私營數據 中心龍頭 雖然沒有盈利 但是看回那個增長方面 是一個高速增長期 去年第三季收入 就按年升近4.3 Ebitdao升4.8 就是一個 最重要是一個增長好的公司 即使是沒有盈利 所以還有破頂的技術上 其實都可以買入的 接著就是3738 可不可以 SUNNY 3738可不可以現價買入 1316Mbps可以入兩隻 這個其實它現時 就是一個破頂的形態來的3738 也都之前引入了螞蟻做 配股的時候 引入了螞蟻做股東 雖然雖然其實今早衝得高 有一點點回吐 不過你看著 其實下午 你如果都站穩 它這裏其實是破頂的 收17.5元 都收貨的 正正今天開市位 其實站穩17.5元 如果下午 你才去買入 指示位都很清楚的了 就用這個環行平底 15.82元做指示位 其實最近幾隻SARS股都很強的 你譬如見2013和8083 其實都全部在衝頂 你這個都是可以買入之選 這個其實它平時 現在它那個成交不太高 暫時都是8000多萬 市值就未夠100億 但是它自從宣布引入猛之後 其實就一直在上 還有1316 還有另一隻就是 內西特 也是什麼可以買的 這個也是破頂股份 不過今天就略嫌的升幅 多一點 因為它現在整個板塊都很有炒作 它就成交得 成交都OK 是有2億的 但是升得太多就未必想 雖然它破頂 其實它就突破了9.68 不過你不如明天再跟進 升17%就不太想入住了 你看看一隻吉利 始終有升得太多的時候 追單日升太多那一刻追 就有少少風險 那你不如看一隻37-38 如果是這樣 好啊 那接著我就看 叫8.9 又是準備破 今早都有人問過了 看位就看回天能動力 就看回較早之前 也是它的歷史頂 就是7月16號 那個位置就是21.4 那今天現時收21.5 換言之以半日為計 其實它是破了位的 當然要看全日 應該都可以了吧 所以8.19 又有少少車的概念 因為它做電池為主 所以我覺得可以留意 那氣溫21.4的話 就可以向上一乘一乘地去 因為是歷史告位來的 嗯 是 接著阿Po就在問9毛9 什麼位置賺的 其實今天也看完 今早就是662 是吧 看看什麼環境 現在就跌6% 報64.05 今早有配股消息 不過也是 其實雖然這樣配股一下下跌下來 但仍未影響到強勢 不過就要 有課的就真的看著什麼時候去指賺 好了 9922其實都是 整體整個板塊都是 開始在高位上有一個小小的回調的情況 如果短線來說 就不妨看著22.3毫半 準備定 收穿這個位置就指賺 22.3毫半 那你可以這裡先 如果你可以分到住 就22.3毫半先減住 跟著 就再看21.3 下面還有一個支持位 都要預備定 因為始終這個板塊都是比較 都很炒 也都累升了很多 看著這位置賺 好 接著我就看一三零八四六四八九 早前升得很急 早段升得很急 後來就回得急 是不是散水 其實大家看圖 其實打粒十字星 如果過往我都經常跟大家強調 就是你無需要去要求一隻股份 一定每一天都收低 Hi 大洋燭 但如果它有一天是要休息的 譬如你今天衝高之後 稍微回回去開時價 其實只是呈現十字星 其實只是代變 後市竟然可以變出一個洋燭 而且你看回 就以今天為例 其實這些位置仍在衝著歷史頂 而且今天也不失禮 也叫做升一百分點 最嚴格來說其實還是跑型的事 所以就繼續保持 至於四八九東風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到板塊上面其他沒有散的 而又是那句 它今天閒閒地 都叫做給了七格 也是高位打升 也是最近這一浪以來最高位 所以哪裡會像是散水呢 所以兩隻就繼續保持 好 接著就 三六九零 有兩位朋友都問 有貨又有 沒有貨又有 Angelo是三百零八元有貨 短期目標是多少呢 其實今天就有少少的陰燭 也是一個正常 現在三百二十個四 如果看一月十一月六十 一月十六號那個高位是三百二十一 再看歷史收市高位是三百三十五個二 其實短期都可以上網看挑戰歷史高位 至於入不入的話 JT說入不入和什麼隔位入 如果你說要入呢 因為這裡比較難去訂到一個指示位 這個位 雖然它有破一重的 十一月二十四號的開市位是三百一十三 可以先看好一點 你看看譬如今天 今天暫時低位有些成績 三百零五個六的最低點是 可以先看好一點 雖然其實它整體都是向上 都準備挑戰歷史高位的了 好 繼續去回答一些 之前比較多人關注的就是車行股 今天其實還是在逆市跌 而且幅度也不小 1268這些真是連斬四棍 29.8有貨 甚至乎881中升 259元有貨 那是否值得加或者保持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首先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車不是賣不到 不過上個星期很多人都問 其實明顯看到那些車行股份 真的不跟車性 那當中為什麼要不要去研究原因 總之就是整版的問題 那你說是否值得加呢 譬如好像中升為例 這些位置不能穿 穿著都還能加 所以已經不會是保持 甚至乎你說1268這些叫做美東 其實也都是 之前雙底的時候不可以穿 你想一下 線位由之前的線位多頭 現在變成線位空頭 跟著再說幾個頂的頂線之後都會穿 其實真的快快走 因為一來線已經這麼好 你無謂浪費了錢 還要增加 那就是泥足深陷 還窄了那些資金 就捕捉不到其他機會 以來你橫行都說機會成本 真的向下跌 而且越衝越急的話 明確地反映其實它真的不像會追回車股的升幅 就不要浪費時間 其實車行股在19年的汽車業行動的時候 就因為現在美東 因為這個消費升級號車銷售強勁 其實它是逆住車的生產商股份那裡強勁的 現在其實就比較多的獲利盤 很多獲利盤出現了 其實沽壓比較大 就真的未必說加了 你真是好看好長線重點持倉才會這樣做 但是這個你就真是想一下這個版塊 值不值得去按重點持倉 是啊 另外再看看 八環最後一條 好 不如520吧 520就 其實這些就 它說有沒有貨可以 沒有貨可不可以買 Soming Now就說 其實這個類型也是比較炒的類型 所以你看著17.26元 如果有貨的話 17.26元作為止息位 這幾天其實就是比較見到沽壓 不如等它 會不會試到17.26元 也是50天線 如果它整固完落到這裡 可以再起動才賣入 暫時就不要賣入住 你看到整版貨物股 都是高位出現一些沽壓的情況 甚至配股 這個要小心一點 暫時就不 所以今天起碼就不要入住了 今天那些內稅 甚至可以廣闊一點 除了火鍋 你看到李寧那些 其實今天都會下跌 所以就有很多 當然它未至於完全破壞走勢 但是開始有些險著的跌幅 是啊 現在比較多獲利回吐 可能正在換板塊 自己要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下午3時45分 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 這樣 也是 有 tweets 還以為 要睡醒 及到這裡 有些難充 說 至於 還會